刘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几乎不可以自己走路了, 做什么事都要人帮忙, 他身体的退化, 和他对别人的依赖, 令他觉得自己很难受。 刘先生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几乎不可以自己走路了, 做什么事都要人帮忙, 他身体的退化, 和他对别人的依赖, 我自己都没有力气。 他平时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身体很好, 而且很坚强, 很照顾家人, 很容易帮助人, 但是现在他病了, 身体很弱, 仍然做不到自己, 想做的事, 又能照顾, 所以他觉得很没面子, 和负担很重。 所以我都想帮一下他。 我都想帮一下我家, 帮一下我儿子餐馆那里帮手, 你看看, 现在我当然, 都没办法了, 都帮到手了, 是不是? 坐在论医那里, 都帮到了, 他真的挺着急, 倒帮到手了。 他现在常常在家里, 躺在街, 又不出街, 我也说, 不如我们一起出去吧,走一趟吧 我们可以去喝茶,去廟,去公园走一趟 坐着轮椅也可以 出去见人,对身体也挺好 她不想 女儿常想我们多带我老公出去走一趟 但我觉得她不太明白 一个大男人坐着轮椅出去 让人照顾她 她觉得会很没面子 自己会有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些去理解一下她 明白她自己的想法 让她自己怎么做 我们应该是要鼓励她出去 我知道如果她出去回来 应该会很开心的 应该身体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她出去 我妹妹她常常叫爸爸出去走 常常推荐爸爸出去散开心 和人见面聊聊天 但是我认为 有时候不适当就不适当 老爸也不想 我们应该要尊重老爸 而且她也不想出去 我们应该给她这个空间 听她说 我们也不必要逼她做这个 对不对 关于李先生 你们爸爸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对不对 但是 其实你们自己怎么做呢 我老公她都很坚强 很配合治疗 但是呢 现在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身体越来越严重 那需要好多的事 照顾 都挺繁重 我都有见到 妈妈她很累 很辛苦 我都觉得挺辛苦 我有经常来探爸爸 帮忙 但我不是经常都抽到时间过来 其实我都担心这一样 所以 你们已经察觉到 就是 服侍你 阿廖先生 愚脸辛苦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家居狐狸 知不知道是什么 家居狐狸 那其实呢 这些机构 他们有些护士 来上门 去服侍病人 他们很专业 可以譬如帮他们洗身 帮他们一起去厕所 帮他们吃东西 煮东西 甚至可以帮你做家头小母 那你可以考虑这些东西 我觉得她不会喜欢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子女的职责 她应该也不会赞同这件事 不需要的 我都觉得 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都自己是想找大钱 想赚钱 我们不是这些人 我们是想家 是帮小家 我想自己做 我老公她都不习惯 有些三宝人来照顾她 帮她清洁 那些很难接受的 我明白这件事 但其实你自己都察觉到 是对你都越来越辛苦 对吧 而她两兄妹有自己的工作 我怕你如果是这样继续下去 或者你的身体会受影响 或者精神崩溃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这件事 你不要那么轻视 那听医生说也有道理 其实也不是说不行 他们又不懂港中文 那怎么帮呢 这个我都明白 如果想找一个 懂港中文的护士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很多 但我可以保证 这些家庭护士 其实他们很专业 他们一定有一个好的方法 能够跟你爸爸沟通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人 那你们考虑一下 好吗 到时有必要的时候 你跟我说 那我就帮你安排 好吗 好 麻烦你先 谢谢 我们先考虑一下